我在你先講多少 當然講雷蒙多講 中國是美國最大的敵人 而且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威脅 我現在在個AI技術上面 就警告了NVIDIA說 你再怎麼樣繞過我的限制 我都會提出新的管制規定出來 你說當時雷蒙多是認清一件事情 中國是敵人 而且中國是可怕的敵人 你只要給中國新興之禍 他就可以燎原 所以現在美國更可怕的是 原來他把目的 把中國的新品給降等 跟這個金融戰爭有關係 你要欠一屁股債人 最怕什麼嗎 最怕人家雨天收散還抽銀根 所以目的降頻最嚴重的事情是什麼 開始對中國抽銀根 他本來已經一屁股仗了 他已經是個汽油桶了 結果美國的目的 一口氣還不是丟一根火柴 他是一口氣丟三根火柴下去 中國債務都已經很怕人家抽銀根 不借他錢了 你還在汽油桶丟三根火柴 這一次是丟三根 第一根是降中國主權的姓平 中國的債務都不可信 中國整個國家你都不要借他錢 從正向變負債 你知道現在操作這種投資跟債券 很多是電腦控制的 你只要不在正向裡面 電腦就卡 直接砍了 砍了 因為我有風險控制 風控馬上會砍 所以台灣的金管會 今天馬上算出來 中國暴險236億 警告我們的金融業 包括銀行保險票券 你要減少暴險 所以當穆迪去降低他的姓平之後 我的投資過去可能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現在就變成危險的地方了 因為他告訴別人 他叫正向變負向 所以貝萊德全世界最大資產投資公司 就馬上說我不看好他 那這句話暗示什麼 貝萊德資金要抽腿啊 這是對中國喔 那中國還怕什麼 現在香港股市很慘 澳門也很慘 他馬上也丟一根火柴 往澳門香港丟下去 香港股市一樣也要抽銀根 所以台灣金管會今天沒有統計 是因為我只限中國 那你港股要不要算 一樣要算 因為港股香港 這個火柴是昨天丟了 一下子丟下去 港股要不要統計 再來更狠的是 對中國的骨幹丟 中國有四十幾家企業 也在這一波裡面說 你們這些信品也是不像喔 等一下 我不是只有針對你這個 中國的國家來定 我連你的中海油 中石油 中石化 東風集團 中國中車 中國移動 這都是最大的國家 國氣耶 包括阿里巴巴 騰訊 騰訊音樂 全部降頻的 很大倒了 中國不會倒 碧桂園倒了 中國不會倒 但是中國銀行如果倒了 中石化 中石油倒了 中國可能會出大問題 騰訊跟阿里巴巴 曾經比台積電還要大 一樣從正向穩定 所以一旦持有這些公司的股票 持有這些公司股票的機構 看到這個字眼 電腦馬上啟動風險機制 扛股票 所以你要借錢更難了 你要融資更難了 沒有人敢投資他 他本來就欠了一筆股 債了 債務都快爆了 就是個汽油桶了 現在還不是一根火柴 一二三 三根火柴往裡面丟 這個叫金融站 有可能引發金融危機 所有華爾街日報 馬上就補一槍進去 告訴大家中國債務有多多 十一兆美金 三百五十兆 而且他還告訴別人 引喻別人 試圖以新債換隱形債務 他想要借新還救 結果你現在給他降評 誰敢借啊 因為金廣斷你的金賣 對 斷你的金賣 而且所有人縮手 你已經變富項了 很多評估就要重新再談了 所以習近平也很厲害 他十一月二十八號 突然出現在上海證交所 他就知道上海股市可能出事 因為你一杯降評 中石油要丟 中石化要丟 彈性阿里巴巴都要丟 因為背負相 再來香港股市幾乎沒救了 而且香港股市今天又跌了 對 已經真的跌破1997 黃亮一夢回到原點 所以那今年年初的時候 本來中國還在對美國金融債你知道嗎 他把中國的美 中國把美債一直一路砍 一路砍 砍到八千億 是十六來的新低 最高一兆多美金 砍到最後美債其實有曾經有三年起 三年前發了 跌一半 美國是有美債危機 誰搞的 中國搞的 結果現在美債變好了 反而誰反擊了 美國反擊了 所以一場金融戰真的在開打 我們就已經講 雷蒙多 你看他那個表情多凶狠啊 直接講說 你現在業者 就算想要去設計一套新的規範 要規避美國的政策 你如果這些東西能夠幫中國 發展AI的話 我第二天馬上會有新的管制出來 我覺得已經夠狠 對不對 你卻才發現 這種管制 這種對抗 這種壓力 不是只有在科技 不是只有在軍制 在金融上面 這樣講的 他現在連香港的地位 都要把你給取消掉 所以現在有人戲稱說 過去香港不是講說 他是全球或者亞太的金融中心嗎 現在已經變成了 亞太金融中心的遺址了 是 現在保鞋哥 我跟你講 現在已經從科技戰 慢慢慢慢即將登場的是金融戰 不是這麼嚴重嗎 這再下去真的是非常恐怖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都知道在上個禮拜 最大的新聞就是港股 竟然被台股給超越了 所以港股呈現一個死亡交叉 這是從在1993年以來的首次 大概發生這樣的狀況 是讓人家覺得非常吃驚的 第二件事情 你知道更可怕的一件是什麼嗎 現在竟然連美國都已經宣布 而且是他們綜藝院的喔 說呢他們在11月28號的時候 以39票比0 通過要檢討 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的一個認證地位 綜藝院的外交委員會39比0 就代表民主共和兩黨是全數通過的 而且我跟你講這件事情大條 我們都知道香港之所以現在跟美元 這樣匯率是有個聯繫匯率 聯繫匯率的一個根基點 就是在於香港的獨特的一個地位在 他們認為這個香港經濟 是全世界的一個經濟的重心 所以非常獨特 給他一個這樣的保證 如果現在他要把香港的特殊地位 拿掉的話 國會如果通過這個法案 包括香港在華盛頓 在紐約 在金山的經濟辦事處全部都要關閉 而且更可怕的是失去獨立關稅的地位 換句話說 世界的香港已經要變成中國的香港了 所以本來香港之間它現在變成 它只是中國的一個省市 中國的一個地方單位了 有人講它是南深圳 也有人講它是西台灣 西台北現在可能要這樣稱 所以你就知道 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現在我們都知道 香港之所以有這樣子的一個 全世界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 是因為過去英國殖民時代 他們在把很多的一些建立跟制度 全部都建立在那邊 所以它是獲得全世界的一個外資 還有官方單位都認可 資金在這裡自由金融無問題 那這樣子香港等於是說英國人花了一百年 所打造的一個國際的金融中心的根基 習近平三年就好像全部黑漆掉了 化為烏有了 完全化為烏有 保健哥我們說化為烏有 這不是我們隨便講講講的 現在數字會說話 什麼樣的數字會說話 你看外資機構對港股的參與率 從2016年的39.5%降至2023年24.6%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著外資機構不想投資香港股市 而且更可怕的是 港股的IPO的數字 竟然籌資進了創20年新低 20年新低 我跟你講以前有一個講法叫紐倫港 什麼意思呢 紐約 倫敦 香港 就是全世界IPO金融中心最重要前三個 結果呢在過去的三年時間 在習近平的一個助攻之下 竟然變成紐倫坡 紐約 然後倫敦 新加坡 然後呢這個數字今年更可怕 因為在今年前九月 你知道嗎 港股從頭到尾前九月 竟然只有IPO的數字是 募資只有四四億美元 然後它已經從原本去年第四名 今年前九個月已經調到IPO第八名 所以這 它以前穩住前三名 最爛也不會超過第五名 現在跑到第八名去了 跑到第八名 然後這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IPO的數字 那你也知道 IPO代表其實很多資金會過去 很多資金就有很多華爾街的自然會過去 很多外資機構會過去 然後很多工廠會過去 結果你現在看左邊那個圖 外資大特退 所以包括美國企業在香港設立的 總部型數字創新低 而且喔很有趣喔 你有沒有發現跟一個交叉 這個也叫做 什麼叫死亡交叉 就是中國公司前往香港市場 總部的 竟然是超越了美性 所以現在這個你就可以看出來 這個世界的香港已經變成中國的香港 對我們可以講吧 像花旗銀行像貝萊德 我們剛剛講的很多的 美國的重大的金融機構 全部都跑了 全部都跑了 而且有一個高盛 高盛大家應該都聽過吧 結果你知道嗎 高盛連他的香港上環辦公大樓 竟然也要處分掉 而且處分金額 從13.5億元 沒有人承接 因為外資大家都跟著跑 賣不掉 你知道他現在打到七折 最後到了9億美元來承接 然後後來接手的也不是外國人 因為剛提到的中國公司 都變成是中國公司 等於是他們關起門來 自己玩自己的鳥 你就知道整件事情有多嚴重 第二個 包括香港的一個辦公室的空置率喔 現在現在有多達250個足球場的 這樣辦公大樓全部都閒自找不到 以前辦公大樓在香港寸土寸金 然後尤其是華爾街很多金融人 在走在那邊 我在那邊 我在99年的時候在那邊 你都會覺得自己好像高尚了起來 現在完全都已經門可羅雀 所以你就知道 當你的這個世界的中心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變成是國際金融中心的影址 那就代表一切人去樓空 它已經過去了 有人講說變成龐背了 已經變成龐背的古城了 可能在十年之後 香港已經根本不會有人 所以導播我們看到 剛剛講不是 你現在有兩百多個足球場 這些的樓底板面積是空置的 那只有這樣嗎 你現在看到 現在已經不是金融中心 而是金融中心的遺址 不但是金融中心遺址 過去香港也是非常重要的轉運站 而你現在看到香港現在的碼頭 也是空空如夜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你知道它有大概80公頃的一個面積 他們說完全沒有貨物蹲在那邊 那代表沒有人買 也沒有人賣 所以沒有貨物要出櫃的一個 要出港的一個狀況 以前那個香港的這個港口 很多三角貿易 包括我們臺灣 包括中國 包括要去哪裡 都是透過這邊轉來轉去 那曾幾何時這樣轉運港的地位 已經完全不復存在了 所以這也代表著 香港的經濟出現大問題 不只是金融中心已經變成了一個旁貝古城的一個遺址 另外的角度來講 包括連他的一個貨轉運港 現在也都是一片空蕩蕩 所以換句話說 人出去或沒有進來 所以香港看起來是慘兮兮 不是 面對美國 雷蒙多會這樣的一個禁令 童子賢怎麼說 他說這一次的禁令很明顯 又卡得更緊了 美國對中國發動的科技戰 現在出現三個版本 他講說現在發展的越後面 這個門縫越關越緊了 因為雷蒙多花了一年 總算了解什麼叫門縫 因為毛澤東說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只要給中國一個門縫 他就鑽出來一點星星火火 就做出比亞迪汽車 做出7奈米的華為晶片 這麼可怕 他已經完全搞懂了 絕對不能讓他 有一點點星星之火 所以為什麼他說 今天我只要看到他做AI 我明天就要掐死他 因為只要一點火 中國就會把它燒起來 所以今天台灣非常的嚴格 你說台灣今天也不得不站隊 對 今天是台灣自己主動公告 今天公告 結果竟然跨了好幾個部會 國安部 國客會 農業部 經濟部 數位部 有22個項目 全部都要管雷蒙波 真的是我一點縫都不讓你漏過去 而且我仔細看 你看那個內容 我本來以為你只有管晶片嗎 沒有 你碳纖維你也管 你今天的化工你也管 氣體你也管 你連那個所謂的線 我們講以前那個銅線 你也要管 對 你知道嗎 我們都以為管艾斯膜 管極子外光機都可以的 中國照樣做出7奈米的晶片 照樣做出比亞迪汽車 所以這次管什麼 不是10奈米的晶片 而是關鍵氣體 氣體不能做 化學品也不能做 設備以前裝那些污水處理的 垃圾處理的也不能去了 垃圾處理也不行 他為什麼要敲衫政府 連這個都提稿了 設備也講了 在封撞技術 細光子整合封測技術 就是我說那條銅線 1000美金的銅線 他也是點名出來 你只要能跟AI有關的 我全部堵到死死了 沒有一個縫要讓你漏過來 所以你從碳纖維 從軍事衛星族索射晶片 你連處理垃圾 這些東西都要管 對 因為雷蒙多 總算高東 毛澤東 他們到底那個精神是什麼 所以今年二月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 不是揭迷說一個 美國官員來台灣嗎 他那時候我們訪問他說 他說他不懂 他只是到處去喝喝咖啡 到處跟人家創門子 而且你要自願來跟我聊就好了 他那時候說半導體 他都不懂 結果他現在說什麼 我要開說明會 而且當初他是一張白紙 現在怎樣 為什麼有22項 因為他寫了408頁 聯盟多的報告 劃出紅線 台灣就只能這樣站 408頁 而且要跟他講 你說這個人跟他講 你們商周的獨家 這個書家獨家揭秘 美國載載協會 來了一個新的官員 新的官員就專門來 跟台灣半導體廠商來打交道 打交道了以後 在明年 他幹嘛 他把所有台灣的廠商 明年一月把所有的廠商找來 然後幹嘛 來好好的談 美國的紅線在哪裡 這不是喝咖啡囉 是半說明會 直接大家排一排站 一整個會議室 坐滿台灣人 本來只是喝咖啡 聊聊天 因為他有408項 他搞懂中國怎樣做 毛澤東怎麼做的 狹路相逢有整勝 你看當年 他做的時候 只有封這些設備 然後結果現在他嚇到了 照樣做出來 所以有晶片1.0版 2.0版 3.0版 就是童子嫻感受到了 所以我本來幹嘛 我只封裝 封了嘛 你的設備 你的DUV紫外 DUV的補光就不可以進去 你的這個所謂的晶片 包括台積電的晶片 不可以過去 就現在不是了 現在你晶片 你不要說你要賣到中國 你有46個國家 只要這46個國家 有可能繞到中國 這46個國家都不能進去了 他一下子就把所有的路 每一個都要堵得死死的 不是那些46國 你看這些封裝技術 磁次奈米 像氣體化學品 其實全部都要封 所以我們今天是國科會 是主動報告 有這些技術全部來紅 而且接下來 明年3月4月 還有第二波清單 你說導播不開 這已經密密麻麻的 均用碳纖維 均用碳纖維 高燒帶腐蝕的這個材料 還有我一個抗干擾的識別技術 我有微波混外線的技術 我有項列陣列的技術 引擎的技術 衛星操控的技術 底下剛剛講到的 底下有晶片安全的技術 量子密碼技術 這只是一部分 明年3 4月還有第二波 所以是一波接波 而且直接跑來台灣 押著經濟部 直接來跟業者開說明會 等於美國商業部 直接要台灣的經濟部 你就要管管台灣這些業者 因為他不是要罰那個嗎 把那些裝污水處理設備 裝什麼處理設備 你連把他蓋廠房都不行 都不行 因為設備材料 全部都管在裡面 他已經明顯告訴你 那次就是演習 就是在敲山政府 告訴台灣 我就是管定了 你再抱怨沒用 我現在直接跑來新竹 南部的科學區 直接跟你辦說明會 我沒有一個要放過你的 所以我們之前講說 他突然 把408頁丟給NVD NVD黨看了以後 嚇死了 黃仁勳半夜 把所有人都招起來 我們一頁一頁的 讀看中間到底怎麼樣 就那408頁不是給NVD 是全世界的晶片公司 全世界的IC公司 都要看的 因為台灣只是第一站 接下來日本跟韓國 跟其他有半導體的國家 一樣比照辦理 為什麼美國這麼怕 因為美國怕 今天黃仁勳也講這句話 其實一切都有在響應 黃仁勳說 我最怕的公司 就是華為 最怕華為 而且他還講一個故事 華為在2019年做出一個GPU 叫深騰 雖然那時候開始賣 但是那時候還沒賣 可是他的算力已經超越NVIDIA 用的就是台積電的代工技術 他證明一件事情 我只要台積電的技術 我隨時可以打敗美國公司 成為世界第一 我跟你講 現在就是NVIDIA的A100 H100 他才有辦法創造Trap GPT 創造Trap GPT Trap GPT的時候 我讓AI的技術 深層的技術 我可以大幅的跨越 沒有想到 當時華為早就做出來了 如果當時沒有去卡的話 華為在AI上的技術 是超越NVIDIA的 好可怕喔 就是只要給中國一點機會 他馬上就星星之火可以了言 所以雷蒙多為什麼講這麼狠 這次要幹這麼兇 就是因為他發現 我管了14奈米之後 你照樣用先進封裝技術 堆疊很多技術 就可以比AI晶片做出來 所以為什麼這次要管到 所謂的設備廠 材料廠 氣力廠 化學廠 就是因為中國 既然用這種方式 做出這麼好的晶片來 所以你剛剛講的 現在以前講 我管你是你的設備不能去 然後你這個成品不能去 現在我是封測不能去 設計不能去 現在你連蓋廠房的 處理污水的 所有都不能去了 對 因為他只發現 中國實在太厲害了 完全打不死 所以這次影響的範圍 非常的廣泛 除了這個之外 我全世界每個國家 都賭得死死的 他也算出來了 發現全世界半導體設備 增加最多還是哪裡 中國 還是中國有增加48% 等於證明一件事情 繞到國際上 各個國家最終流向還是中國 你看中國的設備量 還是佔全世界市場 越來越多 所以美國管了有效嗎 沒有效 聯盟多花了一年搞懂 他在玩什麼遊戲 所以他今年不是只有說 我對中國封鎖 是相關的46個國家 都是靜置的行列 對 所以的清單 這些感受的清楚 所以在全世界一樣 台上做生意 都會感到 美中對抗意識 越來越強 沒有一個地方有動了 所以這次很可怕 你看喔 他國家是主動公告 從國科會一直管到 經濟部 數位部 所以影響範圍非常廣寬 台積電供應鏈 設備廠 低軌衛星 全部都封 就是不要讓他 信心自我可以燎原 好 各位 沒有講的 中美之間的一個戰爭 台灣就是中間的那個夾心餅乾 不管你是地緣政治 不管你是科技戰 不管你是青龍戰 台灣都是核心點 對 不要忘了 美國人做事是非常 這個盯金的 為什麼這麼講 你看到他其實 早就把中國定位 叫做戰略競爭者 全世界你看 只要被美國定位 叫做戰略競爭者 或是定位成敵人的話 他永不超生 永遠沒辦法翻身 為什麼呢 除非什麼 除非完全大義美國的條件 但是現在看起來 拜習會之後也沒有 這個中國也沒有多聽話 而且還笑裡長刀 所以對拜登來講的話 還有雷蒙多他們來講的話 絕對 不管是怎麼樣 都絕對封殺到底 不是 而且現在 越來越多的消息信量 俄羅斯為什麼可以撐在現在 原來都是中國在後面撐腰 現在中俄結盟的態勢 越來越清楚了 所以也就是說 雷蒙多講 中國是我們最大的敵人 對 我們看到最近這一兩年的發展 也是一樣啊 就是俄羅斯戰爭 誰站在俄羅斯這邊 中國 然後以巴發生衝突的時候 誰站在巴勒斯坦 就是說哈馬斯 當然沒有明目張膽講哈馬斯 但是誰站在哈馬斯 或者是伊朗 或者是北韓這邊 就是中國 所以你看到其實美國知道 最大的敵人 其實就是中國了 那已經沒有什麼 任何掩飾的可能性了 所以你看到現在 他講這種話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如果企業想要鑽漏洞 我今天你 弄了一個什麼 什麼製程比較低階的 我就不需要全力封鎖 那不管你做什麼事情 我就一步一步封鎖 整個都把它封掉 為什麼 其實在美國 我認為在美國內部 已經有很多 是懂中國的 特別是毛澤東 或者到現在習近平 他們整個政治來講的話 很多一些 比如說華人 或者是這個在美國的一些人 一些相關的人員 都跟美國的政府 講非常清楚 中國是到底是什麼特性 如果你給他一個漏洞來講的話 他會今天把你搞得天翻地覆 他今天來講的話 他會模仿的 他會去偷竊的 他會去買賣的 他會偷拐搶騙 用這種方式來講的話 你美國所有技術 全部留在中國 那不好意思你美國不要 除非你不要霸權地位 如果你美國想要維持你霸權地位的話 那你今天來講 絕對要把中國封鎖到底 要把它打趴 至少要把它打趴到起不來的情況之下 才有辦法說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 否則有可能隨時就要被中國超越 所以你看到不管是中國 還有剛剛提到香港 香港為什麼那麼糟糕的原因 也就是因為在美國的整個 取消它的一個 國際金融中心的一個地位之後 結果全部全盤來講的話 全盤結束 那你中國想要讓香港說 留在這邊變成是 對你說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全速通過39比0 檢討香港經濟貿易辦事書的認證法 把香港特殊地位拿掉 未來美國通過了以後 香港在華盛頓紐約 舊金山的經濟辦事書都會關閉 它會失去獨立關稅的地位 回到變成中國的一個城市 很嚴重嗎 非常嚴重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已經沒有這種 國際地位的情況下 它把它視為是 美國把香港視為是中國的一個城市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我在制裁中國的時候 是不是香港整個 全部一起制裁下去 對 所以香港已經沒有那個 那還有港幣嗎 港幣以後慢慢來講的話 可能就完全被人民幣來期待了 就變人民幣化了 所以變成說整個香港的這個未來 前景來講真的是堪憂 而且是未來可能真的 如剛剛提到的 變成金融中心的遺址而已 並不是真的這個未來什麼 東方蜘蛛或什麼之類的 都不可能的事情了 變過去式了 變成過去式 全世界看香港來講的話 很多外資都逃離了 外資都撤離了 除了這個金融產業全部撤離之外 現在有很多的相關經濟產業 你看我們為什麼 台灣現在要配合美國 對 包含你剛剛提到了連做環保的 對 都要去制裁這個中國的這個 做廢水的 做連接器的 對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它其實的用意在哪裡 你看清楚 它不是只有在堵它的AI而已 不是堵半導體而已 你看到它美國在堵中國 是所有產業全部一起堵 只能說用AI 或是用什麼半導體產業 作為一個幌子而已 就說我要制裁你這個高科技的 但是事實上 美國的出手是什麼東西 是全面封鎖 惠神 真的是這樣嗎 我現在不在打打打打打打打 我在金融上打 我在金融上打 打到中國整個經濟崩潰 我的人跑了 錢跑了 資金跑了 技術跑了 工廠跑了 問題就出來了 當然問題就出來了 問題出來到 現在連那個姓平都已經被降等了 目的直接把中國的姓平降成副相 降成副相 意思就是說 你這邊所有相關的投資 其實要審慎 為什麼 因為風險很大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警訊 那現在整個中國面對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剛剛提到的 你的資金跑了 你的工廠跑了 你的人跑了 所以倒閉潮來了 失業潮來了 返鄉潮現在來了 返鄉 我們現在講返鄉 不是覺得很好笑嗎 明年二月才農曆年 現在進來 中國已經有人要返鄉 春運之前就返鄉了 返鄉三個月 過年過個好年 過了三個月的年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反正你留在工廠那邊 也已經沒有工廠 也沒有人 沒有工作可以做 所以現在中國的經濟是出現 這三個潮流 匯流的一個重擊的情況 所以現在很多帖子 就在網路上流傳 有一個人講說 我已經失業五個月了 我已經投了八千多個履歷 我面世了四十九個國家 有本地的有外地的 我全部都聊了 我接觸了二十幾個行業 我有十幾個崗位 結果 我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而且那個帖子 另外一邊你知道嗎 很可怕 他說現在有二十多家的 一個大型的民營企業開始裁員 我看了一下 你知道第一個家是哪裡 百度無人機駕駛部門 連百度無人機駕駛部門 都要有這個大規模的裁員 比例不詳 再來騰訊 再來字節跳動 再來滴滴打車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神中優車 所以換句話說 這些都是我們 連我們在台灣 都可以耳熟能香的 這個大型企業 既然全部都大規模裁員 所以你就知道 中國現在經濟真的出現大問題 難怪房價股 他們講是斷S的下跌 他們講 現在你在北京買房子 要先砍多少 一百萬人民幣 是 我跟你講 而且一百萬人民幣 你只是 你先砍下來 我來看看 如果真的要進入台 那可能還要再腰斬再腰斬 先砍四百萬 先砍四百萬 才能讓我來有一點點興趣 但是要我出手 可能真的是要腰斬再腰斬 所以你就知道 他們現在就是說 為什麼很多人就發現 現在中國 你知道熱搜最多數字是什麼嗎 什麼 現在是移民 他們說那個中國 光是移民這兩個字 有五億多次的一個熱搜 為什麼 因為在中國你房子不敢買 你工作可能也不好找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還不如就拿一點 剩下的錢再幾千萬 我就要哪裡到清賣去 他們很多人去清賣 因為發現說 我在中國 我可能租個房子 我一個人租個房子 至少都要兩三千塊人民幣 對 然後他在清賣 三個人加一隻狗 五千塊人民幣就打死了 所以他發現 我在中國 我不要說要翻身 我連睡在我床上 我都沒辦法翻身 因為他們現在 那個床是雙人床對不對 我一個人付太貴了 我就找呂國生說 我這個床的左邊借你稅 然後我們兩個一起付房租 兩個人你就是覺得很誇張 沒有 他們就說 因為有的人上班 上下班時間不一樣 就廷威是上夜班的 所以我跟國生跟廷威就跟說 我們三個人來租一張床 然後大家輪流稅 因為這樣子為了省房租 剛剛一開始就講說 日本現在要改變 他這個退稅的制度 本來說你在買的百貨公司 你在買的商店裡面 就可以進行退稅 可是奇怪的是怎麼個人 你在日本喔 一個人消費1億台幣喔 4億的這個所謂的日幣喔 居然你數據的時候 是兩手空空 大家覺得不可思議 搞了半天是洗錢 真的是把這些錢洗到日本 再把錢洗到日本的時候 再去買日本的房地產 所以大家拼命的資金外逃嗎 現在中國的狀況 真的有這麼嚴峻嗎 你知道比移民還要難了 是取得哪裡的戶口嗎 北京的戶口 北京曾經有限購令 中國很多人是希望能夠當北京人 寧可當條狗也要北京的戶口 北京是有限購令的 現在北京有些地方 已經取消限購令 讓你可以真正當北京人 享有最好的 你說外地人也可以到北京買房子了 以前要有戶口 要在那邊繳稅5年 才可以當北京人 你知道嗎 是因為那邊的教育資源最好 是人生成功的鑰匙 所以大家拼了命的也要當北京人 因為北京很驕傲 我們是天子腳下 擁有最好的資源 所以去北京 當北京人比移民還要困難 結果現在北京發生什麼事情 他已經有些地方取消限購令 結果他的房價是一開口先砍一百萬 一百萬人民幣 接下來一百萬人民幣 再開始談說我要折扣多少 所以本來六月的房子還賣五千多萬 現在賣到四千多萬 跌了台幣一千多萬 這不是跌價的問題 這是沒有人要當北京人 守善天子腳下居民的問題 房子賣不掉 以前北上廣怎麼可能 有房子賣不掉的問題 就像是廣州深圳賣不掉 你後來是上海賣不掉 現在是北京也賣不掉 代表中國人寧可跑去 東京跑到別的地方去 當外國人也不願意當北京人 因為大家以前是搶破頭 想要當北京人 想要擁有北京的戶口 因為這是你人生成功鑰匙 你可以念北大清華 你可以念中國最好的教育支點 你可以去中國最好的公司上班 都一切的目標就是先去北京買個房 取得北京的戶口 然後你的小孩就出人頭地 所以北京的戶口是非常搶手 結果我們現在看到什麼 北京的房價濟南開始掉 而且是從十月底開始一下狂掉 這是非常嚴重的舉訓 代表中國人濟南 連北京人都不當了 所以他這個錢真的是大量的外移 對 外移的非常嚴重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條線 真的是往下掉了 以前北京的房子還是有人要搶的 現在是往下掉 這是可怕的現象 再來是更可怕的是北京 更可怕的是香港 香港現在跌回了回歸之前的股價 整個中國 香港股市竟然 回到1997 回到1997 中國取回 回歸之後 竟然回到了最低點 一萬六千多點 這不只是台股黃金 香港交接給中國 是在1997年的7月1號 當時香港的橫生指數是 一萬六千365點 現在一萬六千463點 就差不多了 對 也就是回到1997 回到當年回歸的股價 回到當年指數 這代表什麼 香港已經慢慢變成 變成是完全整個26年 完全是經濟回到了從前了 黃梁一夢 就變成整個香港 那香港整個兩年來股市奪產 你知道嗎 它蒸發了80兆 下來整個香港外資大撤逃 然後沒有人願意去香港IPO上市 所以掉到了15% 整個香港全世界重要股市它的IPO 就去香港掛牌人越來越少 所以現在外媒都在笑什麼 香港變成是亞洲金融中心的 一個移植 亞洲的龐貝股城 回憶說 1997之前 香港曾經是世界的金融中心 結果現在變成是一個移植 讓你追念 香港變成金融中心的龐貝股城 對 讓你回憶說 香港股市曾經有三萬多點的高峰 那個高峰其實就在2019年而已 也不過三年的時間 所以大家要來笑 香港 英國人用100年把香港打造成為 亞洲金融中心 世界金融中心 習近平只用三年把新加坡打造成為 世界的金融中心 就是變化就這麼大 用這麼快的時間 所以沒人當北京人 現在香港也非常的慘 所以以前是紐倫港 紐約 倫敦 香港 現在是紐約 倫敦 新加坡 變成紐倫坡了 是習近平一手打造把新加坡 變成是亞洲的金融中心 香港變成是亞洲的遺址 龐貝股城 那現在慘來不是這些 現在中國最厲害的是三朝發現的 什麼叫三朝發現 第一個叫倒閉朝 財源朝 失業朝 中國的三朝 很少沒有看過 現在11月 12月 中國的返鄉朝 春運已經開始了 而且春運的狀況 你說三朝是倒閉失業跟返鄉 對 因為倒閉跟財源跟失業的人 越來越多 所以深圳 上海都出現了返鄉的人口 因為工廠倒閉了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外港之工廠 或者是台商工廠 其實都慢慢的倒閉 甚至連中國的抖音 抖音這麼紅 他都裁員了四千多人 連抖音都在裁員 阿里巴巴的量子電腦 很厲害的技術 連他都要裁三千多人 再來更可怕的是 有些外商早就逃走了 現在留在中國外商 反而是第二波更長的時候 所以本田汽車二十五年來 從來沒有裁員 他竟然要裁九百個人 變成你沒有走的 外商比走還要慘 所以留在中國 變成裁員潮非常嚴重 所以春運 竟然從現在就開始了 一直到過年後 你再回來上班 甚至有些人 再也不會回來上班 因為公司完全倒閉了 為什麼 因為今年初的時候 很多人因為失業或工作不好 跑去創業開飲食店 所以一下子年初的時候 很多人就去開餐飲店 做小吃菜做攤販 對全部幾萬 結果現在反而 這邊的失業潮 倒閉潮越來越嚴重 所以連人擠到哪裡 代表中國是怎樣 整個消費完全沒有了 吃喝玩樂 最低階的所謂的這些螺絲粉 連餐廳都沒有 而且倒的是螺絲粉 豬閘粥店 這才可怕 這都是所謂的降級消費 所以導播我們看 這是哪裡 這是廣州 人要嘛 我要吃在廣州 廣州是最多美食的 他們說 我們現在剛剛講到 沿路走了兩公里的路 有十多家關門 包括滷肉捲 炸雞店 泰國餐廳 豬閘粥 燒烤 更可怕的是 這裡面講我不會因為 離開了柳州 就失去了螺絲粉的原始味道 照樣關門了 所以現在是中國 連螺絲粉都吃不起嗎 一碗只有十幾塊人民幣 或者是幾塊錢的螺絲粉 都吃不起 那就非常可怕的現象 可是現在有個數字是算出來 中國失業率現在到底是多少 因為七月之後蓋牌 所以現在中國內部自己在傳 失業率高達40% 青年失業率是40% 所以很多青年現在在幹嘛 回鄉去種草莓 種田 甚至跑到山上去住 過著原始的生活 這是中國的狀況 所以失業率恐怕不是20% 現在可能是40%了 對不對 中國今天走到這一步 很明顯就是中美大對抗的時候 你不得不然的一個結果 而這不得不然的結果 台灣也involved進來了 我們也站邊了 我們今天你說今天非常重要的訊息 台灣今天宣布 14奈米以下的很多 我們都列為是國家科技 不能流出去了 對 既然是國家科技的話 那就不可能流到中國大陸去 因為現在台商跟中國大陸之間的綿密往來 其實是美國最擔心的 現在包含雷蒙多之前葉倫來講的話 他們在任何的制裁清單當中 一定是把你中國打到死 打到底 打到你爬不起來 為什麼會這麼做呢 因為他知道說中國你很會模仿 所以我今天如果說 你今天 比如黃仁勳他會提出說 我高科技的不出去 但是我設計一些低端的東西 可不可以賣 雷蒙多跟你說 連這個東西都不能賣 你只要是設計出 創造出什麼東西 我就禁止你那個東西 他已經話講那麼平白了 黃仁勳才會跑到日本 才會跟艾田文雄見面要投資日本 為什麼 因為他中國走不下去了 所以才要去日本投資 所以這一連串來講的話 雷蒙多已經非常很清楚的 告訴這些企業主們 所有東西都不能給我流到中國 而表面上我們看起來 好像是高科技而已 看起來是半導體而已 實際上不然 所有的包含什麼東西 包含什麼碳纖維啊 什麼一些什麼環保方面的處理 這個清污的一些相關的技術 全部都不能流到中國去 你說台灣這是14奈米 不是只有14奈米 不是只有半導體 你剛剛講的 連碳纖維 連剛剛講的連接線 連你很多的化工產品 連半導體要用的氣體 都在管制範圍 是 今天公告的除了14奈米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清單 你把清單整個一拉開一看的話 不得了了 因為它今天不是只有高科技產業而已 它還包含傳統產業的 相關的這個產業 都不能流到中國 技術不能交給中國 否則它有可能反噬回來 會搞到美國企業 所以今天對美國來講的話 你看它封鎖線拉到台灣來了 拉到整個全球的跟供應鏈 除了供應鏈之外 所有封鎖線跟中國一定要切八段 如果你中國沒有保持距離的話 這時候美國反而會制裁你的 所以現在很多國家來講的話 趕快把清單拿出來 是不是符合美國的要求 如果是符合美國要求的話 美國才會放過你 而且上週在一年前 有一個獨家報導 這個獨家報導 就是AIT突然跑來一個人 這個人 就是你要講 他是負責高科技的 是負責半導體的 可是他要講 我什麼都不懂 我是一張白紙 就到處找人喝咖啡 結果他現在弄了408頁的報告 然後在明年1月的時候 又說 要等於說 要跟我們的廠商開研討會 就代表 他已經把台灣摸透了 你有什麼東西 可以跟中國有關 你有什麼東西一定要留在台灣 有什麼東西要劃紅線 已經借進來了 他真的不懂嗎 他絕對是懂的 他就是被美國政府派過來 專門把這個 因為我們台灣人也是很奇怪 碰到外國人 就什麼都講 然後今天很多企業看到 美國人來了 是不是有什麼機會之類的 會跟他講一些 所以他收集了所有資料之後 寫出那麼多的報告 408頁 你說一般的 什麼都不懂的人 寫一頁就有問題 還寫408頁 所以對他來講的話 其實在台灣 他知道哪些企業 什麼東西 其實美國在做所謂的研究的時候 非常非常扎實 所以這些來講的話 也對美國政府來講 也提供相關的這個報告之後呢 美國知道怎麼要求台灣 在哪些企業 哪些這個半導體也好 或是哪些高科技也好 哪些對中國來進行全面制裁 好 剛才剛才講的 今天我們講 我一直看到14奈米 14奈米 那就是一個什麼的 跟科技部有關嗎 跟我們的經濟部有關嗎 沒有喔 國防部 國科會 連農業部都有關係 經濟部 數位部 而且沒有喔 它的設計 我們台灣要對外面的限制 講話就對中國的限制 你不可以有碳纖維 你不可以有那種干擾性的識別 你連紅外線微波 還有我覺得農業更妙 農業包括什麼 你連液體菌種的培養技術 水產的單性繁殖 包括農業生物晶片 還有農業藥物殘留的檢測技術 還有動植物病的這種探測晶片 全部都要對中國封鎖 等於聯盟多這一年來總算搞清楚 中國為什麼只要有一點縫 就可以做出很厲害的晶片 它的電動車為什麼這麼好 華為還號稱自己可以做5G晶片 7奈米的晶片 雖然是不是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還是做出來的 所以美國搞清楚之後 今天算是從台灣開始畫下紅線 因為這條紅線接下來 日本跟韓國也要畫 而且台灣一畫 這個車非常恐怖一個表單 但是今年公佈之後 竟然高達22項 從國防科技碳纖維這些 還有衛星技術 這個未來還是5G跟低軌衛星的技術 他一樣陷在裡面 而且半導體這一次他還搞得非常清楚 不是只有晶片喔 14奈米以下的晶片技術的氣體 化學品 設備 他為什麼前一陣子要打什麼 背寫技術啊 冷凍空調技術 激電工程 他就是已經想透了 我連你的設備材料 我都要管 因為中國是怎麼做出來 雷蒙多想來想必他已經搞得非常清楚 而且這還不是第一波 22項 此次 此次第一波 接下來明年還三四月 還有第二波 所以很多的技術完全都被限注了 等於雷蒙多搞得很清楚 只要中國今天做出什麼 他明天就把它掐死 而且紅線是遍及全世界 不是只有台灣 台灣一畫下去 日本跟韓國 是不是要比照這張表 照表操課 一定要遵守這個東西 所以 現在美國對中國 真的是全面封鎖 所以因為為什麼 他真的看到了中國的實力 因為中國只要有一點點機會 做做出來 像今天黃仁勳就講說 他最大敵人是什麼 最大敵人是華為 AI的技術最怕的就是華為 他就講2019年其實華為那時候 就開發出GPU叫做升騰 那時候的運算能力 其實已經超越NVIDIA了 當然他那時候用的是什麼 台積電的代工技術 可是反過來 所以華為是設計的出來 他只是生產不出來 所以才要把台灣給卡住 對 只要有台積電 華為就可以超越NVIDIA 這件事情恐怖恐怖 恐怖啊 所以商務部雷蒙多就想什麼 我現在搞懂之後 我就知道台灣有設計 好我封了 封測我這次要封 設備我要不要封 也要封 所以材料化學品 所以一堆人 全部都被封在裡面 他只要不讓中國 有任何一個機會 可以信心自我燎原